第801章死马当作活马医 司徒要去了又回 脸色还不太好看 在场的几名长老都看到了 也就他们几个 其他人都撒出去了寻找林种 有人问掌门 楚风平找你什么事 司徒要 他们发现了牛友道的下落 目前的牛友道孤身一人 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 接人相视一眼 很是意外的样子 梨无花试着问道 和我们有关系吗 司徒要 姓楚的逼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对牛友道下毒手 啊 既然吃了一斤 有人道 何至于怨恨如此 已经把牛友道给驱逐了 已经等于是将牛友道给逼上了绝路 为何还要自找麻烦揪住不放 让牛友道自生自灭不好吗 司徒要摇头 表示不知道 不能脱 再等我们 要求我们出二十个人 去召集人手吧 梨无花 掌门 牛友道手上有天剑符 而且你我都知道 那家伙能活到今天绝不是吃素的 英国朝廷出动了那么大的力量也未能把他给怎么样 一旦被他侥幸逃脱了 我们这次可就是把他给往死里得罪了 你想过他回去后我们万动天府将会面临什么后果吗 他随时能把我们给整垮掉 这些人当中 他是最不愿意伤害牛友道 牛友道对他有无以为报的大恩 司徒要 正因为他手上有天剑符 正因为担心他没那么好对付 担心会出什么漏字 所以才会出动这么多人 所以才会招呼上我们 一旦让牛友道逃脱的后果我自然是知道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不听从 他们现在就能收拾我们 你以为山海和严厉会为了我们得罪楚风平 梨无花 这也是他们两家的意思 司徒要 不是 他们两家应该还不知道 楚风平让瞒着他们两家 梨无花立刻说道 掌门 不妨暗中泄露给那两家知道 倘若那两家能介入的话 也省得我们左右为难 司徒要皱眉 师弟 你是不是糊涂了 消息一走漏 楚风平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们 再说了 那两家若想保牛友道也不会等到现在 梨无花兼默不语 你留在这里 司徒要不冷不热地交代了一声 他也看出来了 梨无花想阻止这边对牛友道下毒手 至于为何 不但是他 其他长老也略知一二 梨无花坐镇金周时 与牛友道市政而巴金有交情的 之后 召集了人手的司徒要亲自带队出发了 没办法 楚风平示意的 逼他选择战队 一边是牛友道一个人 一边是林剑山这个庞然大物 该如何抉择几乎不用拨想 为了万动天赋 为了这些人能活着回去 司徒要也没得选择 与牛友道的交情只能是抛之脑后 这也是断定了牛友道不可能活着回去 勿送司徒要等人离去 梨无花心情极为纠结 他真的不想牛友道出事 老来的子 对那个儿子的感情可想而知 牛友道救了他儿子的命啊 退一万步来说 代表金周那边与牛友道打交道多年 牛友道的为人值得他信任 他和牛友道 或者说牛友道和他 经由时间的积淀和一件件事情的考验 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 双方保持着长期的友好联系 只要牛友道支持他 万动天赋就不好经意置换坐镇荆州的人 因为他和海如月的关系 还搞出了一个儿子 万动天赋内部已经是颇有说辞 指责他林无花是不是想把荆州 给搞成离家的家天下 换人的呼声一直都在 然而面对牛友道代表南州势力的支持 万动天赋内部也不好动他 之前荆州虽然被赵国朝廷攻占 可如今殷国大军反攻 战况有力 夺回荆州以时指日可待 牛友道已经答应了他 不会霸着荆州不放 依然会支持海如月坐拥荆州 换句话说 就是支持他林无花 没错 他就是想把荆州搞成自己的家天下 以前不会这样想 可如今不一样了 他必须为自己儿子考虑 必须为自己子孙考虑 希望能像之前的肖家一样 在荆州历经个几代 宝子孙几代的富贵 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突破原因期是不指望了 他的受限是顾全不了儿子这一代了 但是牛友道还很年轻 总之 南州那边倘若换了其他人掌权的话 对他不是好事 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他也无可奈何 目光环顾四周时 触及一人 愣了一下 严宝如 一珠奇异花朵钱 严宝如手指勾了花枝清秀花团 身段恶娜妩媚 他跟着燕国的人 如同摆设一般 不会去跑腿搜寻林种 一直跟着燕国一行的中书 燕国这边也不会叫他去做什么 似乎如同他一开始加入十所言 林种对他没什么用处 他加入这边只是图个字在 以此换取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出手 享受芬芳妮醉之际 严宝如略偏头 看向了接近到自己身边的梨无花 你某眨了眨 不像是无意中从自己身边经过 梨无花左右看了看 问了声 你和乌照行是怎么回事 严宝如懂他的意思 他和乌照行前后脚加入这边 用的却是同样的理由 轮不到你来过问 严宝如不予理会 继续名言享受那奇异芬芳 梨无花 我记得你当时想跟牛友道走 但却被牛友道给拒绝了 严宝如不屑一笑 你操心的还真多 梨无花 你如果真有心去保牛友道的话 我倒是知道牛友道的下落 说吧 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严宝如一正 先只松开了扳着的花枝 转头正式看向了他 问 你想说什么 梨无花再次观察了一下四周 低声道 林剑山那边发现了牛友道的下落 楚风凭想对他下毒手 你如果不想牛友道出事 跟着林剑山的人走 应该能找到牛友道 想想办法应该可以报新预警 严宝如盯着他 目光闪烁不定 离无花点到为止 说完便已转身而去 对方若真想保牛友道自然会去 不想保就不会多事 他也是没了办法 死马当作活马医 林剑山那边 是楚风平的大弟子蔡金奇亲自带队 不但召集了20名万动天府的人手 还暗中下令集结了一批其他小门派的人手 和一些散修为了一举将牛友道给拿下一次出动了足足上百人 百名了不给牛友道脱身的机会 出动这么多人手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牛友道能力的肯定 不敢小事怕出意外 这么多人也不用担心惊动令两家 因为索去方向正是林剑山人手负责的那个方向 途中略作修整的燕国中枢再次向前推进 同行的严厉拼了眼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的楚风平 左顾右盼之际 呼冒出一句 司徒要怎么不见了 众人闻言四处看了看 严厉又似有所指道 楚兄 司徒要之前好像和你见过面吧 他去哪了你应该知道吧 闻听此言 逍遥宫长老山海立刻警觉了起来 迅速思故查看 楚风平道 腿长他身上 四周跑动不是很正常吗 黎无花 你们掌门去哪了 黎无花闻声过来 掌门去哪不会向我报备 我也不清楚 观察四周的山海皱着眉头道 严宝如 那女人一直跟着我们 怎么也突然不见了 黎无花下意识看了看四周 心中嘀咕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那女人应该是不知什么原因心向牛友道那边 希望那女人能及时通风报信 祝牛友道脱险吧 目前来说 他也无能为力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严厉道 楚兄 你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吧 楚风平 有事瞒着你们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你们还能把什么事都对我交代了不成 只要不影响咱们的合作 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需要试试向你们打招呼吗 在人带炉之下 蔡惊奇律人赶到了发现牛友道的位置 烧烤过的灰烬就在眼前 看着那堆灰烬 司徒要心情复杂 他也希望牛友道能摆脱跟踪 这样他也能省事省心 否则真要面对上了牛友道也实在是难堪 林剑山的弟子正在四周搜寻 那位范师弟在蔡惊奇耳边低估 讲述牛友道当时在这里的情形 这边 左前方林中有人闪出 发出了提醒 表示在那边找到了林剑山弟子留下的标记 走蔡惊奇大手一挥 一群人腾空而起 直奔标记方向而去 足足两个时辰后 一行终于停下 与之前跟踪牛友道的两名弟子会面了 人呢 就在前面 两名跟踪的弟子悄悄领了蔡惊奇等人逼近一座山谷 一人指着山谷崖壁上的一个山洞道 蔡师兄 人钻进了那个山洞中 确认人还在里面 我们两个轮流盯着 没见他出来过 应该还在里面 说话间 崖壁上的山洞内有动静 只见一个人鬼鬼祟碎漏了下面 正朝四周打亮 不是别人 正是牛友道 没发现什么异常后 牛友道又缩回了山洞内 空横 这丝还挺小心 蔡惊奇冷笑一声 第802章有埋伏 见到了牛友道本人 司徒要最后一丝侥幸破灭 心中哀叹 牛友道啊牛友道 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 老弟呀 你也不要怨我 我也是逼不得已 果然 蔡惊奇一回头就找上他了 司徒掌门 是敌事由你自己看着办 司徒要苦笑 他手上有天剑符 蔡惊奇 司徒掌门手上没有吗 万动天府高层清潮而出 凭万动天府的财力 我相信不会没有一点准备 司徒要手上的确有一张天剑符 是为了以防万一食用的 没想到竟要用到牛友道的身上 就算不是用在牛友道的身上 他也心疼 蔡惊奇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司徒掌门 有我三大派的庇护 胜过天剑符 还有金州归属的利益 很难抉择吗 司徒要叹了声 你想怎么做吧 蔡惊奇 正面交给你们了 其他人何为 这次绝不能让他逃脱 司徒要神情凝重 一声叹后一挥手 万动天府二十人一起闪身而出 落在了山谷中 蔡惊奇一挥手 围起来 谁若敢让牛友道跑了 我就拿谁的脑袋来顶 随着他一声令下 此来的百人全部出洞 当即将牛友道葬身的山谷给围了 老弟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里面 站在山谷中的司徒要抬头对着崖壁上的山洞呐喊 稍后 牛友道从山洞中现身了 背着个包裹 站在洞口 处间而立 居高临下 冷冷盯着下面 司徒要 你来作甚 这是他没想到的 没想到居然会把司徒要给引来 没想到楚风平居然会让万动天府来对付他 司徒要 老弟 你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 牛友道 身不由己 你想干什么 司徒要 老弟 听我一句 只要你束手就擒 林剑山那边有什么条件你就答应 只要你愿意通力配合 未必没有退路 兰州毕竟在你手上 完全可以好好商量 没必要闹个你死我活 藏身中的蔡金奇文听目了 事情都已经搞砸了 还配合个屁 现在回头 当逍遥公和紫金洞是傻子吗 维纳两家同意 拿不下第一的牛友道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要来何用 牛友道面无表情道 若是我不答应 你想怎样 司徒要 你这又是何苦 老弟 你这是不给我退路啊 你若非要固执的话 那老哥哥我只好对不住了 对面的山崖上 蔡金奇闪身而出 喝道 司徒要 啰嗦什么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 司徒要回头看了眼 又回头对牛友道苦笑 老弟 你都看到了 你已经被围了 只能是对不起了 牛友道出声呵斥 司徒要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不想找死就老老实实待着 这里没你什么事 司徒要摇了摇头 无奈叹息着拔剑了 然却在这当口一愣 只见牛友道身后的洞口又出现了几人 不是别人 正是雾罩行和云姬母子 蔡金奇亦正著 不是说只有牛友道一人吗 他刚才问了一路跟踪的同门 也确认了这一路上都只见牛友道一人 一路人上都没有再见到其他人 污罩行三人的出现 虽然在他看来似乎改变不了什么 但令他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 当即喝道 司徒要 还不动手 牛友道陡然施法大喝一声 不留活口 动手 现场一样气氛令人还来不及品味 一名名剑山弟子已发出惊呼 蔡师兄 埋伏 有埋伏 蔡金奇悔然回头 身旁突然嗖一声 一旁攀附在山沿上的花藤突如鞭子般抽出一只 如利刃般贯穿了他泪下 植入他肺腑 剑出血花 刚才看着还娇艳灿烂的花藤 瞬间已是妖气弥漫 惊恐神色的蔡金奇双目欲裂 欲闪身脱离 体内却如同一把钩子似的勾住了自己 所以一把抓住刺入自己体内的藤之 似乎想遏制住 另一手拔剑欲斩却被接连蔓延而来的藤之缠住 藤之暴涨 智曼如发丝般抖动而来 将他手脚缠了个严密 呃 蔡金奇耿着脖子 脖子上的青筋抱起 仰天发出背后 口方立刻有人冲来急救 蔓延出的花枝壮大到皮开肉战 爆出一只只兵刃 规舞着上百只兵刃 同时轰猛龙抵御杀来的元首 妖气弥漫 此方同时响起了剧烈厮杀声 最时不断从雅顶翻飞而下 山谷中的司徒耀等人震惊 只见洞口处见而立的 牛有道无视落下的石头 战那一动不动 云金母子不时挥舞衣袖 鸡飞落下的山石 为牛有道护法 后方轰猛一声 司徒耀等人猛回头看去 只见后方雅顶经不住 太多人同时打斗 轰猛垮塌 那千百根触手的花藤却未落下 根须眼斩刺入了后方未垮塌的地方固定 整团花藤须浮在空中 那被藤枝缠绕的蔡金奇 也被藤枝拖在了空中 很快 成团的花藤浮空摇晃着 快速现出了人形 变成了一个妖艳的女人 正式浮花 但从她体内延伸至体外的无数藤枝仍在 活生生意只长满了触手的妖魔 妖艳而恐怖 她的人已经杀过来了 为她拦下了蔡金奇的元首 而她也有了咸心 一脸泪笑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乍时 刺入蔡金奇体内的藤枝 似乎在吸收什么 枝条由古包导向浮空的她 古包一输入她体内 她立刻眯眼扭动着身子 满脸享受异味 而蔡金奇却在缠绕中哆嗦着 已无法再发出声音 整个人正在以可见的速度快速干扁下去 当缠绕的藤枝松开后 蔡金奇已变成了一具身形严重萎缩的干尸 砸向了下方的山骨 浮空虚张地藤枝触手快速收缩 在浮花身后编织成了一双翅膀 藤枝上煞时开出千百多娇艳鲜花 鲜花翅膀阵池山洞 扎根在崖壁上的根须脱离 浮花冲天飞起 犹如一只脱着尾须的美丽蝴蝶 在空中阵池翱翔 在山谷上空来回盘旋着 异常美丽 但目睹过她刚才吸干菜 惊奇一幕的人 却能感受到这美丽背后的恐怖 又有到抬头看着空中翱翔的她 尽管早知道浮花是妖羞 是一只花妖 不过也第一次见到她妖画出圆形的一幕 山谷中的司徒耀等人也抬头看着 同时也看向四周 打斗生意渐渐消停 很快全部消停 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司徒耀等人很快找到了原因 只见山谷四周出现了大量的人手 估计得有一两千人 尴尬 紧张的万动天辅诛人被靠背在了一起戒备着 终于明白了 一行落入了陷阱 百号人被一两千号人给围攻了 不用说 肯定是牛友道的手笔 可司徒耀等人难以置信 牛友道怎能拉出这么多人手来 进入天都秘境的人总共也不过万把人 见识一群妖魔鬼怪 他们已有猜测 待见到浪金空 红带天等人陆续现身 确认了 这是海外那群人 再看看站在洞口面 无表情处见而立的牛友道 司徒耀有点抓狂 依旧难以置信 这司怎能拉来这火人 空中的美艳蝴蝶收了翅膀 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因为飘飘的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崖上 手一挥 有什么好啰嗦的 动手 山崖上众人正要扑下 牛友道及时喝了声 助手 欲动的人群愣住 回头看向浮花 浮花笑也如花 兄弟 他们可是来杀你的 他们一点情念都不念 你莫非还要放过他们不成 红盖天意大声道 老弟 不要妇人之人 浪金空道 老弟 你好话说尽 他们不听劝 你没必要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段无常阴森森道 老弟 你不会是想放了他们吧 那可就暴露了 高度紧张的司徒耀等人 惊疑不定 称兄到地上了 什么情况 牛友道提剑朝他们拱了拱手谢过 之后俯视山谷中人 冷冷道 司徒耀 想死还是想活 司徒耀苦笑 自然是想活 牛友道一个闪身 飘落进了山谷中 雾罩行三人意跟着飞落下去 站在了司徒耀面前 牛友道缓缓摇头道 司徒掌门 我可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摸着良心说说 牛某对你万动天赋怎样 司徒耀 生死抉择 换了是你 你又该如何抉择 牛友道 置地有声道 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主风评逼我 你也知道 我完全可以选择一条顺途 可我宁愿把自己逼上死路 你说我会如何抉择 此话一出 人家堂堂正正令人无言以对 司徒耀等人一脸羞愧 牛友道 愿走还是愿留 司徒耀左右看了看同门的反应 最终汉言拱手道 之前是我对不住老弟 愿投老弟 愿司徒掌门不会再有反复 牛友道说罢转身而去 雾罩行三人冷冷贴了眼万动天辅助人 之后也转身而去 跟上牛友道后 雾罩行提醒 这帮反复小人 难保日后不再背叛 牛友道 既教这个没意义 是不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就别指望外人会为你逆流而上 他们做事零剑山弟子覆灭 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在这群妖魔鬼怪当中 身边需要一些人手 身处险境 你死我活的斗争 自己人越多越好 第803章怎么会遇上这女人 简明恶药的解释 禁令乌罩行在男生出不满 云基一忍不住 多看了牛友道两眼 这心胸令他暗暗叹了声 又回头看了眼自己儿子 都是男人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 仅这一番话 他就明白了自己儿子 和牛友道的差距有多大 难怪一个在南州崛起 一个泽祭人篱下 他服了也认了 为走多远的牛友道 却又停不转身了 似乎想起了什么 回到了司徒耀等人身边 问你们万动天府 近来了50人 怎么只来了20人 司徒耀 人员四处搜寻灵种 一时艰难以及其 还有30人没过来 我们刚才也在商量这事 蔡金奇等灵剑山弟子 死了个干净 我们丝毫无损地回去了 任谁都要怀疑 我们与你合谋了什么 主封瓶不会放过我们 我们不回去 又担心那30人的会遭遇不测 这个简单 不用担心 回头再处理 牛友道又问及了 一行过来的详细过程 将想掌握的情况摸清后 牛友道点了点头 正要转身离开 司徒耀喊住他 有点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和他们搅和在了一起 他们是我结拜兄弟 牛友道指了指牙上 盯着下面的浮花等人 简短回了去便转身走了 结拜兄弟 他们 几个 是在这里结拜的 还是在天都秘境之外结拜的 司徒耀愣正无语 他亲眼见过牛友道和惠清平 全太风结拜时的情形 牛友道上了山崖 与浮花几人碰面了 段无常贴了眼山谷里的人 就这样放过他们 牛友道 他们本就是我的人 迫于无奈背弃了我 有机会拉回来是好事 浪金空 我生平最恨叛徒 浮花一笑迎迎道 老弟 你又杀又不杀的 和你自己定下的策略似乎有冲突吧 你这样反反复复的 让我们该如何信你 牛友道 我一向认为 能好好说话就没必要打打杀杀 以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 对于定下的策略也并无任何冲突 他们是什么人 原赵国荆州的地主 手上还有一批修士和几十万人马 与我南州势力并肩对赵国作战 我们不但要在这里力争 出去后还要和英国三大派争夺战场的掌控权 目光要放长远 拉住了他们 就拉住了他们在外面的那批势力 浮花笑道 你们争权夺利的 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们的事 我们只知道有钱在威胁的人越少 我们安全离开的可能性越大 牛友道直接顶了回去 这不是简单的修行界打打杀杀 和你们一贯的玩法不一样 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拉住了荆州的势力 就意味着对战场更大的话语权 只有左右战场的决定权掌握在我的手上 能威胁到各方的利益 各方才会给我面子 只有我牢牢掌控住了话语权 现在对各国下杀手的事 出去后我才能震得住 否则我内部出了乱子自顾不暇 又如何能帮你们前置住七国 你们现在痛快了 考虑过后果没有 这倒是几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闻听后皆沉默了 等了一阵后 清扫现场的战果出来了 洪盖天很是不满地呸了声 一万利林种不到 这么多人 才这么点 白忙了 牛友道 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们每天都要将搜寻来的林种上脚集中 浮花 那看来老弟你还要继续努力去诱敌 牛友道懂他的意思 要逐步攻破到燕国势力的联合中枢才能拿到那些林种 大姐 杀了燕国这么多人 证明了我的诚意就行了 燕国的人暂时不宜再动了 浮花 人是死了一些 说少不少 说多也不多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联手演给我们看的 牛友道沉默了一阵 最终徐徐道 在燕国内部 我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尽头 已无法再回避正面面对燕国三大派 浮花 你又来什么理了不成 你这扯来扯去的我们心里没底 大姐 你赢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燕国三大派我必须要选一家投靠 我和紫金洞案中有准备 有些事情牛友到现在是不想透露的 可哪怕他对燕国的人下了杀手 这边依然是咬着不放 这个砍他绕不过去了 只好把自己要加入紫金洞的诗给暴露了出来 把当时由于形势所迫 紫金洞一家保不住他 不得不放弃了他的事阐明了 也把之前在此联系上严厉达成了约定的事给说穿了 浮花等人听得面面相去 没想到这案底下还藏了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既然终于明白了牛友到不肯吐露事情总在纳扰的原因 有些事情的确不好暴露 不能让逍遥公和林剑山知道 抵动了出来 结果自然也坦然告知了 杀了这些人 诚意我已经证明了 真没必要再在燕国身上浪费精力和实力 有紫金洞内应 只要我们手上有实力配合 在我们需要的情况下 燕国手上的灵种很容易夺到手 现在让他们去多搜寻一些灵种 其结果其实是在帮我们 必要的时候还能让紫金洞帮忙操作消耗其他势力减轻我们的压力 事情说开了 怀疑猜忌症结都解开了 大家都轻松了 之后的事情也好办了 二晚时分 夕阳很美 天空那颗布满坑坑洼洼的巨大球影已能看到 仿佛随时会掉下来 燕国人员奔波搜寻了一天 正在集结回来休整 面对夕阳的处风平在等候 李吴花也在焦虑等候之际 一名万动天府弟子悄悄靠近 低声禀报 掌门派人摸到了我搜寻地方向 捎来了密信 一块布片上的内容看过后 李吴花迅速打亮了一下四周 之后悄然销毁了那块布片 天黑了 处风平还在等 依然没有等到蔡惊奇等人回来 山谷中 山海和颜丽一起走到了一堆篝火前 坐在篝火旁的处风平抬头 见二人盯着自己 问道干什么 山海 听其他门派的人说 你的徒弟蔡惊奇带走了他们门中的一些人 为什么人到现在还没回来 楚风平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还没回来 严丽 司徒要等人也没回来 严宝如也没回来 楚兄 你不准备解释一下吗 严宝如什么情况 楚风平心里也在嘀咕 他不想解释 随便啰嗦了几句糊弄了一下 山海和严丽拿他也没脾气 把两人打发走了后 楚风平心中满是忧虑 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又觉得不可能出事 就凭一个牛友道 就算加上污罩行几个再不寄 也不可能让这边一个人都回不来 没消息也许是好事 他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希望是因为牛友道跑得太远 这边也追得太远了 一时间赶不回来 直到次日清晨 依然不见蔡惊奇等人中的任何一人回来 楚风平欲感是出事了 他那徒弟在不寄也该明白这边的担心 追得太远一时间回不来 肯定也要派人回来通报一声 不可能半点音讯也不传回来 在此出发搜寻林总之际 楚风平安中派了人返回 命人沿着蔡惊奇等人的去向寻找 目前的情况对牛友道来说 找到下一个动手目标不难 得亏联合了海外一帮人 这边之前派出的人手 一直盯着诸国势力的去向 一路留有记号 拽开燕国势力七八天后 只铺韩国势力的牛友道等人顺利找到了最近的目标 计划还是原来的计划 由牛友道出面诱敌 别人诱敌也许根本没用 其他人基本上都有势力归属 韩国不会贸然招惹其他势力 但牛友道不一样 如今基本上都知道他被燕国三大派驱逐了 是丹利博好欺负 而对有些势力来说 弄死了牛友道可以让燕国三大派争夺南州产生内乱 勿送牛友道一个人离去冒险诱敌 司徒要看得直摇头 发现这位为了活着离开 还真是不择手段 上蹿下跳到处奔波也的确是不容易 让人唏嘘 犹如蛮荒之地的山林中 背着个包裹独自前行的牛友道翻身越岭 心如铁石般坚毅前行 一阵异常动静传来 他突然杀亭 猛然回头 看着林中的一群鸟雀惊飞 人在树棺上随着树枝起伏 冷眼警惕着环顾四周 观察了一阵不见异样 他忽悠坠落树棺 在密林中一阵迅捷急闪 快速躲藏在了一处偏僻之地 暗中观察着四周 也许是林子里的神威野兽惊动了飞擒 可他不敢疏忽大意 隐忍着 静悄悄观察着 足足半个时辰后 这么久不见动静 有人沉不住气了 一道阿罗倩影闪出 在树枝上闪跳搜寻着什么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阎宝如 暗中观察到的牛有道皱眉 心里中狐疑 怎么会遇上这女人 难道是巧合遇见了 他越发不敢轻举妄动 摒弃凝神 压制住了气息静悄悄潜伏着 林中飘荡的群未停下 阎宝如落在了一棵树叉上 满眼的狐疑之色 眠眸中闪烁的目光一寸寸 仔细搜寻着势力能及的一切 第804章 进酒不吃吃罚酒 没发现人影 严宝如又接连闪落在另几棵大树的树叉上搜寻 还是没见人影 不禁暗骂牛有道的警觉性太高了 狡猾的像只老狐狸 稍有不对就闪躲的眉影了 他之前一直尾随在牛有道的身后 牛有道在树冠上飞掠 他就在树冠下的林中跟踪 按理说 他跟在后面 有什么飞鸟之类的应该会被前面的牛有道给先惊飞了 谁知遇上一窝躲在下面的不知名的傻鸟 被他撞了个正者给惊起了 一见牛有道有所察觉坠落林中 他迅速回转在一棵树后隐蔽 谁想牛有道竟然就趁他这回避瞬间 脱离了视线的瞬间快速闪躲得没了人影 这时机的把握 严宝如发现遇上了反跟踪方面的高手 殊不知在这方面 牛有道不如袁刚 袁刚才是这方面真正的高手 类似这种反跟踪手法还是袁刚叫牛有道的 不过有一点他可以肯定 牛有道脱离他视线的时间不长 再有闪动的话 很难避免不被他给发现 所以牛有道人应该就在这一带 他想让牛有道误判 以为是野兽惊飞了鸟雀 好继续跟踪 因此潜藏不动 谁知等了有半个时辰还不见牛有道现身 他顿时藏不住了 怀疑是不是已经被牛有道给溜了 后来一想 暴露就暴露败 大不了不跟了 反正跟踪不是自己的主要目的 就算牛有道跑了他也不怕 因为他知道牛有道是跟什么人在一起 也知道那些人在什么地方 回头还可以守株待兔 结果露面一找 还是没找到 发现这一带地形复杂 还真有可能让牛有道给溜了 这样都能让人给跑了 严宝如暗暗催了几声 不过他仍没有轻易放弃 依旧在这一带搜寻着 趁着对方稍远了些 他还没注意到这边的时候 牛有道未必没有机会 借着此地复杂的地形之便趁机遁开 但是他没这样做 他在想一个问题 还是之前想到的那个问题 真的是巧遇吗 他有点后悔没问文司徒 要有关严宝如的情况 他离开燕国那边后 严宝如是不是还在燕国那边 如果严宝如后来离开了燕国那边 那这次还真有可能是巧遇 若他没有离开 这边刚又杀了燕国一批人手 这里就遇见了严宝如 这能是巧遇吗 若不是巧遇的话 不可能半途出现在这里跟踪 牛有道的心情有点沉重 他不知道严宝如知道了多少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他和海外那帮人联手了 又四处搜寻一阵的 严宝如似乎放弃了搜寻 突然闪身上了树冠似乎要离去 藏身暗处的牛有道一回头 迅速伸手捡了一旁的树枝 咔擦一声折断在手 犹如无意中踩断了枯枝一般 幽禁山林中这一声脆响 立刻令刚闪上树冠的窃影 迅速闪落回林中 歇脚在树叉上的严宝如目光 盯向了这个方向 紧接着飘落而下 临波微步斑落在了 林下高过人头的杂草上 大袖连辉 法力席卷之处 杂草乱飞 严宝如就以这种方式 一路清除林中杂草 一路向动静方向推进 地毯式的将地面一块块进行搜索 眼看就要搜到跟前 牛友道挥壁掀翻了林寻乱石站了起来 现身了 两人就隔着几丈的距离 面对面对峙着 草蟹在严宝如身边飞舞 纷飞的吐食也在牛友道身边坠落 一切归于宁静 看到牛友道抖掉了尖头攀爬的虫子 严宝如笑了 冷艳面容露出难得的灿烂笑容 躲呀继续躲呀 怎么不躲了 牛友道 你都快踩到我头上了 实在是躲不下去了 是我运气不好 再沉住一会儿戏 应该就过去了 严宝如冷笑 的确 差点就被你得逞了 牛友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 巧遇吗 巧遇 严宝如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跟了你们好几天 你身边人太多 恩以为男有机会接近 谁知你居然独自离群了 本来是想跟着你看看 想看看你和那帮妖魔鬼怪 究竟在搞什么阴谋 结果出了点意外被你给发现了 我不得不承认 你还真能够隐忍的 少友不对居然能躲这么久 差点就被你溜了 也的确如你所说 你运气差了点 他从林无花口中得知的情况有限 只知林剑山那边发现了 牛友道的踪迹与追杀 谁也没想到牛友道 居然跟那群妖魔鬼怪在一起 林剑山一伙人自己撞在了刀口上 他只知林剑山那边是 无意中发现了牛友道 不知是牛友道故意引诱 他没办法接近牛友道一群人 也不知道牛友道等人在搞什么鬼 他到现在都没往牛友道 在座右而上去想 因为不会认为那群妖魔鬼怪 敢和七国势力作对 所以他发现牛友道单独离群后 很想跟着看看究竟想干什么 可他这番话落在牛友道的耳朵里 却很不一样 牛友道心头一沉 这女人果然发现了 他和海外那群人是一伙的 露面了也好 鬼鬼祟祟跟在后面挺累的 想知道什么直接问你也一样 严宝如冷哼着补了一句 牛友道 我想你只是好奇 对我应该没有歹意吧 严宝如 你这思奸诈得很 几个月前的试探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 我对你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心知肚明才对 牛友道 我跟你无冤无仇 我才针对我应该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人之将死 是不是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谁派你来的 严宝如 那不重要 说吧 你跟那群妖魔鬼怪混在一起干什么 答案让我满意了 我兴许会给你一条火路 牛友道 人在这个地方 还能干什么 无非是寻找灵种 严宝如 如果在此之前 我也许就信了你的鬼话 也没理由不信 除了结伴寻找灵种 还能是干什么 可你单独离开 像是在搜寻灵种吗 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天 除了歇脚就是在赶路 没见你们有任何搜寻灵种的意思 牛友道 你这个答案让我很不满意 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等到我动手撬开你嘴巴的话 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 我这人爱干净 我是真不想弄脏了我的手 抬手自连着抚摸自己的如玉仙子 我看你是自身难保 牛友道说话间看向了他的身后 严宝如心弦意紧 豁然回头看去 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人 察觉到不对再回头 牛友道间已出窍 一道寒芒连批出几道剑气 人影趁机迅速逃离 严宝如大袖连甩 轰拥几声震响 一袖挥机的威力竟直接击溃了 劈来的几道剑气 如铁袖一般 竟敢以这种小伎俩戏耍自己 严宝如大怒 人搜一声射出 追向了林中快速逃窜的牛友道 一袖翻飞 如苍鹰捕猎逃窜的野兔一般 快速追到目标 严宝如人在空中 预掌旋转一推 牛友道突然发现四周空气 似乎凝制了一般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巨大张力 令他如线透明年夜中一般难以飞动 严宝如预掌又是一拉 牛友道立刻又感觉到 四周气流猛然将要落地 接力的他给拽的倒飘了回去 这一方空间似乎已被 严宝如的法力掌控了一般 紧接着严宝如迅捷一掌拍出 翻腾回吸的气流又猛然 如排山倒海一般倒拍 轰然拍在了牛友道的后背 光一声震响 直接将牛友道给拍飞了出去 包裹破碎 紫闪闪的灵种顿时纷飞如雨 扑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的牛友道 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砸落在地 人影一闪 严宝如已站在了牛友道的跟前 左右环顾那纷飞的紫语 有点压抑 他忽悠双袖连番 周身旋风起 地面上的杂草乱石呼呼旋转飞舞起来 身在旋风中心的他 单手一身 一粒粒子光从旋风砸碎中射来 规聚于他的掌心 很快 一大团灵种汇集的紫金球体拖在了他的掌中 刚刚散落的灵种居然在轻刻间就被他捡了回来 他另一手衣袖轻甩 旋转的砸碎旋风骤然扩散 将四周荡敌了个干净 风势远去四周后渐渐演戏 颜宝如居高临下 冷眼瞅着倒在地上喘息着的脸色惨白 口角挂血 貌似掩掩一息的牛友道 单掌拖送出那一大团紫金 你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灵种 说你们到底在预谋什么 我们 牛友道含糊了一声 后面的话咕噜着听不清了 一手托着紫金 一手凌空虚抓 颜宝如一把将倒地的牛友道给虚提了起来 他正要一把抓向牛友道胸口一惊好提住问话之际 牛友道虚弱双眼陡然睁开 展露冷力 顺势就是一掌嗨出 找死 突变声 颜宝如一声立鹤 近距离偷袭措手不及 吃下五爪画掌 轰 顺势应挡了牛友道一掌 牛友道身后那棵大树 他另一手摁住的大树 轰蒙一声 树干中断当场炸的四分五裂 颜宝如一惊 只感觉自己一掌的威力 没完全打在牛友道身上 而是大部分打在了那棵大树上 剧烈摇晃的大树上半截当即轰然而轻 受了一掌的牛友道已到射而出 从身后炸开的纷飞木屑中道窜了出去 迅速从颜宝如身前脱身 凌空虚抓出一手 之前震飞的宝剑从地面到射归来 落入他手 第805张穷追不舍 倾斜大树并未倒下 被其他大树之鸭给架住了 颜宝如岂能容牛友道逃脱 挥袖扫开炸来的木屑 钻身射出追杀 剑道手的牛友道人在空中 剑光绞杀出一道道剑气 狂斩向颜宝如 颜宝如大袖如流云铁袖一般 飞舞中将绞杀而来的剑气轰弄龙击溃 或侧身避开擦身而过的剑气 被剑气批中的树木光光而断 两人在林中飞窜来飞窜去 不时凭空在树干建立 接来去如影 一个追杀 一个到飞灰剑连斩阻挠 追杀中的颜宝如呼飞脚蹬了一脚树干 侧闪而去 落脚的那颗树干被剑气给搅了个稀巴烂 哗啦 单手拖着的紫金球散碎了一地 多闪到一旁的颜宝如落地后 身子摇晃了一下 一手扶住一旁树干 一手捂了五胸口 无暇再去顾及那些灵种 躲避追杀的牛友道也停止了逃跑 从前面树后闪了出来 嘴角挂雪 面无表情 斜剑在手 见到颜宝如的样子 脸上泛起默然冷笑 不再逃 也不急着动手 就这样等着 预号到对方倒下 两人相隔十几丈距离的样子 扶着树干捂住胸口的颜宝如缓缓抬头 立声道 你不是助机器修为 刚才一交手他就发现了不对 一开始牛友道批出的剑气威力不大 也就助机器修为的样子 而刚刚却是威力陡然大增 那根本就不是助机器修为能释放出的威力 那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 假不了 牛友道默然道 那又怎样 颜宝如道 你挨了我一掌居然没事 你没受伤 牛友道 那重要吗 我说是我自己弄伤的自己 伤的也并不严重 你信吗 颜宝如难以置信 他的修为在金丹七中已经算是拔尖的 哪怕对方是金丹七的修为 结结实实挨了他一掌也不可能没事 对方总不至于是圆阴七的修为吧 这不可能 若是圆阴七的修为哪还会跟他费这劲 他明白了 咬牙恨恨道 牛友道 你这阴险小贼隐藏的可真够深的 那叫一个咬牙切齿 发现自己上了当 对方不惜把自己给弄伤就是为了打他一掌 他已经尝到了这一掌的滋味 牛友道 我隐藏不隐藏那是我自己的事 与你无关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偏要跟我过不去 你怨我 似乎没道理 他有的是耐心跟对方慢慢耗下去 总有对方耗不住的时候 对方迟迟不动 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 严宝如明白了牛友道的意图 突然闪身而出 欲拼尽一身凶为至牛友道于死地 见对方出手的气势暴增 牛友道亦暗暗心惊 身躯迅速而微微摇曳移动 周遭一切皆浑浑噩噩 忘记无视周围一切 也无视自我 只守得一道心意 境外皆混沌 我心如连 出于你而不染 为之混沌清连意 乃太以见诀 一道心意及见意 又明清连见意 出于你而不染 见意出 是要破开这混沌世界 牛友道手弯一抖 刹那便是太以分光剑招出 一身胸围如莲花 绽放出最美丽的刹那 一身法力催发出璀璨剑芒 临终气流跌宕 道道剑芒似乎要划破虚空一般 似有千百道流光而出 绚丽夺目 剑芒速度之快 知其咒 令言宝如大惊失色 对方密集的剑意攻势 他双秀挥舞速度来不及完全化解 经济时刻 严宝如人在空中 双秀如大膨展翅挥开一推 拼尽全部修为 双手同时施法 空气凝制 道道璀璨剑芒似乎也被凝制在虚空之中 以及缓慢的速度慢慢推进 直至无法再动 牛友道亦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灵动挥剑的手腕亦被迟至 整个人似乎被凝结在了琥珀胖胶体中 压 面对困境 牛友道陡然一声喝 放弃了以法力硬碰硬 乾坤爵运转 搬手拖剑 以肉体奔跑的方式 突然刷刷脉步狂奔而去 拖剑狂奔向对面的严宝如 这怎么可能 严宝如大惊 自己的大法能借用天地之威施压 居然对牛友道没什么影响 他能感觉到 在这方受自己法力控制的空间内 牛友道的身形畅快自如 如果说他施法控制的这方空间 是压力巨大的深海的话 那牛友道就是深海中的一条鱼 身形连闪躲避开那一道道 凝固在虚空中的剑芒 严宝如不信这个鞋 拼命催加压力 欲限制助牛友道 乾坤护体 大江东去 破 牛友道怒吓提气 人纵身跳起 拖在手中的剑出 一道金芒归力 如金红一片般闪出 屈服空中的严宝如魂金 血速扭伸闪躲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一剑落空 瞬间双手握剑的牛友道 迎空扭腰画出了第二剑 一道雪花飞剑 剑锋滑开了 严宝如后背的衣裳 刹那劈开肉绽 差一点点就斜劈开了 他的脊椎 光光光 凝固在虚空中的剑芒 突然松绑 也失去了迸发而出的驾驭力 瞬间密集接连炸开 土石崩飞 炸开的弥漫烟尘中 差点吓得魂飞破散的 严宝如闪身而出 落地后遇重新再战 可身子却不由自主 递多缩了一下 双手同时捂住了自己胸口 自己体内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好恨 之后二话不说 急速闪身盾往密林深处 顾不上后背血淋淋的剑伤 紧接着从炸开烟尘中 闪出的牛友道冷木一扫 看到了前方地上 那一堆子闪闪的灵种 什么灵种不灵种的 他也不管不顾了 突见在灵中刷刷追去 全速追赶 哪怕是双方之间的距离 越追越远 牛友道一穷追不舍 没办法 闫宝如知道了这边的秘密 知道了他和海外那班人联手在一起了 这威胁到了他的计划 也等于是威胁到了他活命的机会 他也能放过他 之前有脱身的机会不顾 反而故意弄出声响来是为了什么 之前故意弄伤自己假意被对方给打伤了 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不管他有没有隐藏自己的实力 修为上和闫宝如比起来 确实有不小的差距 一旦让闫宝如跑了 他根本追不上 闫宝如知道的太多了 他绝不能让闫宝如逃脱 必须灭口 即逃中的闫宝如不时回头后看 看到了牛友道在对自己穷追不舍 这时不杀了他是不罢休啊 他顾不得后背的伤 也顾不上体内越来越糟糕的一变 全速逃命 他心中的悲愤之情难以言喻 不管单榜是不是笑话 他好歹是单榜上排名第二的高手 没想到这次在阴宫里翻了船 居然遇上个半猪吃老虎的 不是住机器修为吗 整个修行界居然没人知道那王八蛋的真实修为 进入天谷前的身份核实和检查难道也没查出这丝的修为不成 有这能耐居然还在那鸡脚嘎拉里躲那么久 居然还在那装备打伤 知道这世上可能有深藏不漏的 但在修行界深陷恩恩怨怨纠缠中那么久的人 还能隐藏的这么深的人 他还是头会见到 话又说回来 若不是隐藏的深 稍有一丁点怀疑 他也不会上这种当 大意之下被坑这么惨 严宝如越想越窝囊 有其的吐血的冲动 肠子都毁清了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好是找个地方胆紧疗伤 施法化解体内的一变 然而他不敢再和牛友道纠缠下去 他知道落入了对方的手中会是个什么下场 不得硬着头皮咬牙逃离 临终闪来闪去逃跑 他越来越吃不消了 突然升空窜到了树冠之上 急速飞掠 牛友道一追出 突见在手 狂追不舍 一开始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开 渐渐的 严宝如的飞掠速度越来越慢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近了 飞掠中 严宝如身子不时会颤抖一下 脸上肤色一边红 一边白 偶尔回头看一下 看到越来越近的人 严宝如心中涌起绝望 一追 一跑 出了山林 一前一后冲向了一片旷野 两人在草上飞掠着 身后的山林越来越远 突然 严宝如脚下一须 踩向草浪借力地脚踩了个石 世俗亮腔翻倒在了草丛中 刷 一道剑气劈拨斩浪般吃飞出一条草道 严宝如扑身避开了 待他再亮亮腔腔爬起 半边头发上居然有寒霜 抬头 看到了斜剑在手的牛友道 狼狈不堪的严宝如不跑了 也跑不动了 一脸悲愤 牛友道嘴角也挂着血迹 神情冷漠道 跑啊 怎么不跑了 跑不动了就说 谁让你来杀我的 老实交代 我饶你不死 严宝如捂着胸口喘息道 要杀便杀 费什么话 牛友道一个闪身上前 挥避就是一击耳光 啪 一声催响 严宝如整个人被抽得翻转了一圈倒地 口鼻皆甩出了血来 之后 他又在牛友道脚下慢慢爬了起来 颇有几分宁死不屈的味道 口中呛血含糊道 狡诈小贼 若非用那卑鄙无耻手段 你焉能是我对手 漠然冷眼的牛友道毫不留情 唯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 抬腿就是一脚 砰 正中腹部的严宝如道飞出两丈远砸落在地 口中又一口血喷出 能听到肋骨嘎嘣而断的声音 第806章下哭了 很显然 这一脚挨得不轻 倒在地上呛血 身躯颤抖中的严宝如双目欲裂 剧烈的疼痛都是其次 更多的是心痛 他是谁 他是单榜排名的第二 名阳天下的高手 如今竟被一个自己是同楼椅的人惨虐 他真正是恨不得将牛友道给抽筋八皮 然而形势比人强 他纵有万般不甘也无能为力 他不想倒下 不想被威力倒在牛友道的脚下 他挣扎着想爬起来 抓刷两声 剑气掠过 草屑纷飞 身边高过人的草居整齐切断 将挣扎中的他暴露了出来 他偏头一看 也看到了面无表情提见不及不去趟着草丛走来的牛友道 尽管困难 他还是想爬起来 走到他面前的牛友道停步 又抬脚 一脚踩在了他后背 很轻易的 就将他给踩趴在了地上 令他爬不起来 牛友道居高临下 冷冷看着他的狼狈模样 身上到处是斑斑雪迹 静止的妆容也花了 整齐端庄的头发也乱了 身上沾满了草屑 那份冷厌妩媚失去了尊严后也失去了美丽光滑 看着他在脚下挣扎 牛友道问 说 为什么要加害于我 竟然被这种人用脚腿踩着 严宝如羞愤难耐 私声道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言下之意似乎在说 我不会向你屈服 牛友道呜了声 四股的目光在前面一座土皮略停顿了一下 目光又下落在脚下的严宝如身上 看不出来 还挺有骨气 其实我这人最讨厌打打杀杀 江湖走马 风风雨雨 生生死死见多了 慢慢也就知道了一些为人处事的分寸 明白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真谛 心也就软了 总觉得有什么事是不能好好说的 干嘛弄得一身血腥 一身力气 我是真不想对你太过分了 你当明白我一番苦心 言宝如惨笑 猫哭耗子 杀 你现在就杀了我 牛友道 你一如花似玉的女人 多少男人爱慕 凭你的本事 有的是机会去找个好男人亲亲我我 那才是你们漂亮女人该干的事情 刀头上舔血的事情真不适合你这飘飘亮亮的人 想想 有个男人与你花钱月下 恩恩爱爱的多好 何苦求死 是不是 言宝如破口大骂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以为 话没说完 被背后用力的脚给踩停了 打住 女人嘴里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 无非都是说男人薄情寡义 牛友道手中剑剥了剥他脸上的凌乱头发 女人眼里多渣男 男人眼里多贱人 说那些对对错错的没意义 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候 你知道的 这鬼地方喜欢秀着雪星来的猛兽太多了 言宝如愤声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要杀要剥随你便 好话说尽 不领情 也罢 牛友道手中剑聊剥在他脸上 我记得你前面说过 你说你这人爱干净 让我老实点配合 说不想弄脏了你的手 你之前是这样威胁我的吧 此话一出 严宝如意识到了什么 趴在地上的手掌下意识缩了缩 然而已经晚了 牛友道手上见光阴闪 手中剑如钉子般干净利落地盯了下去 不见丝毫犹豫 那叫一个裹狠 啊 被踩在地上的严宝如仰天一声淒厉惨叫 整个人痛得瑟瑟发抖 一只如玉手掌被钉在了地上 被牛友道一剑贯穿钉在了地上 剑身三分之一的长度盯进了地底下 前面还说有话好好说的人 转眼便下了毒手 踩在他背上的脚放开了 握剪的手也松开了 牛友道松脚放手退开了两步 面无表情道 我说了 我这人不喜欢打打杀杀 更不喜欢杀人 你既然求死 我给你个机会 剑给你 你自闻了事 回头我把你好好买了 不会让你普世荒野 你得抱怨 够一丝吧 作色发抖的严宝如爬了几次 没爬起来 手掌被钉在地上 也的确是难以爬起来 牛友道在旁门眼旁观 发现这女人的羞为果然是深厚 中了自己的乾坤掌 居然能扛到现在 最终 严宝如还是爬起来了 半跪在地上 握住剑柄一把 整个人疼得发出一声闷哼 钉在地上的手解脱了 疼得多缩个不停 剑锋抬到了脖子前 却迟迟下不了自尽的决心 就这样死去 牛友道冷冷盯着他的神色变化 突然 严宝如像疯了一般 咕吹剑扑了过来 一剑刺向牛友道 可凭他目前的状况 哪杀得了牛友道 被牛友道顺手一千遍 摘走了手中剑 不倒在地的严宝如痛苦且绝望 你他妈不敢死 还跟老子摆什么架子 牛友道突然怒了 伸手一把抓来 直接揪了他的头发 拖了便走 严宝如哇哇乱叫 抬手拍打着牛友道的胳膊 牛友道不予理会 抓着他头发拖着人 在草地上一路拖去 拖向了前面那座土坯 土坯之前隐藏在高过人的草丛中 此时草被他剑气斩到 土坯暴露了出来 遭到了破坏的土坯上 有蚂蚁着急爬来爬去 显然是做蚁群的巢穴 牛友道将人拖到土坯前 一脸狠利 揪着头发让他看清眼前的蚁穴 严宝如瞪大了双眼 目露惊恐尖叫 你想干什么 牛友道没有多话 揪住他头发一把 将他脑袋摁撞向土坯 砰 撞破了土层 强行将他脑袋摁进了以穴中 脑袋下面的身子剧烈挣扎着 土坯里面呜呜个不停 也没让他深刻体会其中滋味 牛友道又一把将他脑袋揪了出来 大量蚂蚁在他脸上和头发上乱爬 那情形看着有些恐怖 蚂蚁甚至开始往他身上爬 他摇头想甩脱 牛友道揪着他头发蹲在了他面前 在他耳边道 我以前经常在地下挖洞 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 活人过死人的日子才是最可怕的 知不知道我以前怎么处置你这种不实相的女人 我不会让他轻易去死 我会把他埋在地下 插根管子给他喂食 让他死不了也活不了 让他一直在地下一动不动的活着 要不了三天 我问他什么 他就老老实实回答什么 那滋味荣厚在让你慢慢享受 现在 先把这滋味好好尝尝 说把事法打开了他的嘴 令他嘴巴合不上 揪住着他头发 又要将他脑袋摁进以血里去 瞪大了眼睛的 严宝如疯狂含糊着言语 说 我说 牛友道停手了 将他下巴恢复了 问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说 严宝如哭了 吓哭了 痛哭流涕道 铜墨 是燕国大司空铜墨让我来杀你的 铜墨 又有道眉头一皱 一把将他揪了起来 施法在其身上一震 震飞了附着在他身上的蚂蚁 又顺手一把揪住了他的后衣领子 拖拉的离已血远了些 先施法在他身上下了禁止 控制住了他的伤口流血 然后才一掌摁在他的后背 施展乾坤绝帮他化解了体内的两种冷热折磨 一些伤都不算什么 那种痛苦煎熬没了才是真正解脱舒坦了 从痛苦中缓了过来的严宝如如是重负 狼狈不堪的蒸蒸坐在地上 一副失魂落魄模样 一松口求饶 单绑第二刀手的自尊便彻底垮了 又有道楚剑站在他面前 问 童墨让你来杀我的 他是受了伤剑雄的指使吗 严宝如失落落地茫然道 伤剑雄 不知道 童墨或惜我要尽天都逆境 联系上了我 让我杀了你 说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要杀你 他说这是个机会 说你死了 兰州就有可能内乱 朝廷就有机会重新掌控兰州 我说燕照正在交战之际 他说那不重要 然外必先安内 我也只是一问 什么原因杀你对我来说 其实无关要紧 又有道 你的身份地位 自由自在的 怎会做他的鹰犬 怎会乖乖听他的 严宝如 一介散修 没钱哪来的自由自在 我一直享受着他的供奉 他一直在暗中提供财力供养我 而我则在他遇上麻烦的时候 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原来如此 牛有道懂了 又问 之前 你是怎么跟上我的 之前他问过司徒耀详情 司徒耀并未提及这女人参与的事 司徒耀还说楚风平有意瞒了另两家 所以他不理解 既然楚风平有意瞒其他人 怎么会找这个不意控制的女人出手 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或是司徒要故意隐瞒了不说 又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 严宝如还有其他人 这是他必须弄清楚 这也是他非要逼他开口的原因之一 是万动天府的长老黎无花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 他找到了我 严宝如痴呆呆的把黎无花 找他的情形说了遍 牛有道听后终于弄明白了 这不合常理的事是怎么回事 有些哭笑不得 原来是黎无花那老家伙好心办了坏事 得亏这女人自身没卷入什么大的利益之争 否则心思在长远点的话 他非得被黎无花给害死不可 第807章举时皆迪 听到牛有道的招呼 等候已久的浮花等人露面了 见面带狐一神色观察着牛有道的身后方向 招呼他们现在露面 不怕后面跟来的眼线发现 见牛有道身上的包裹没了 抱着一截圆木口角还有血迹 浮花问道怎么回事 牛有道手上挖空的圆木爆开 紫闪闪的灵种落了一地 没有成途中碰上了打劫的 差点把灵种给抢了 幸好抢了回来 红盖天惊一道 你身上有天剑符 什么人敢轻易动你 牛有道摇头 我也不认识 没事了 只是一路追打把时间耽搁了 我受了点伤 今天没办法再诱 明天吧 他没有说出途中发生了什么 也的确是自作自受 搞得受了点伤 需要调养 次日 修整好了的牛有道再次出发 这次很顺利 韩国修士确实巴不得弄死牛有道 一个凝聚力强悍的南中 所带动的英国 对韩国来说威胁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 利于熏心 见到牛有道手上有不少的灵种 发现了牛有道踪迹的天女 叫人马响独吞 同样没告诉另两家 悄悄派了一队人马追杀牛有道 结果是覆没 未等到消息的天女教主是长老亲自带了一批人手赶来查看情况 这次没像对付焉国一样动了一次救撤 四海一帮人等候着伏击 果然后到敌人落网 一场激烈围攻之下 以天女教主是长老为首的人员全军覆没 包括一些韩国其他门派和散修在内 前后两次遭遇伏击 共损失三百来号人 就这么两次伏击 利于熏心之下的天女教弟子 此来天都逆境的人员一个不剩 全部被诛灭 尽管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围攻 在天女教砸出三张天剑符的情况下 四海一帮人还是损失了上百号人 浮花也浮伤了 但收获是巨大的 天女教收集的上百万利灵种 全部落在了牛有道等人的手上 看着一堆子灿灿的灵种 同样受了点小伤的红盖天兴奋的手舞足蹈 哇哈哈 简现成的可比咱们跑断腿到处风里来雨里去强拨了 还忍不住拍了拍牛有道的肩膀 也得亏有老弟你呀 不是你的话 哪来这么好的诱敌效果 这话倒是没错 不是借牛有道好气的话 非诱对象也不敢轻易对其他势力的人这样出手 总之牛有道身上有太多其他人不具备的最佳诱敌条件 段无常阴森森道 大家抓紧时间休整 回头百川谷和吴上宫的人 发现天女教的人失踪了 搞不好会派出人手找过来 牛有道 见好就收吧 换下一家 浪金空皱眉 韩国总共也就千把人 已经被我们弹掉了三百来号 再做几次 将韩国人马全面布成问题 牛有道 此战我们已经损失了百多号人 针对一家势力再增加自己的损失没必要 韩国发现天女教遇害 一定会一身一鬼防范其他势力 只要暂时遏制住了诸国联合的可能性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 七国势力 我们一家家干下去 倘若都牺牲相当人手的话 为同我们自己也吃不消 拿第一是我们的目的 可若是闹德手上没有了足够脱身离开秘境的实力 现在抢的再多也百搭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活着离开 再说了 一旦百川谷和无上公的人找过来 我们还能保证将他们一个不漏给消灭吗 只要走脱一个 我们就有可能暴露 天女教室不知情的情况下藏了私心导致覆灭 想继续在百川谷和无上公身上重演有风险 这次的计划对我来说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担不起任何失败的风险 哪怕有丝毫的风险也要杜绝掉 温妥起见 已打草惊蛇的韩国不宜再动了 继续找下一家 下一家不知情 还能很容易得手 以此类推下去 只要各国咱们都能得手一家 手上便能掌握到相当数量的灵种 拿第一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而只要各国势力都被我们削弱了 回头他们迟早要遇上进国的人 进国那帮人穷衡 见到人数少的实力大减的 一定会忍不住出手抢夺 有进国帮忙我们消耗诸国 反过来诸国也帮我们消耗了进国 届时只要我们手上还握有足够的实力 我们便有了安全离开秘境的最大可能性 这也是我一开始坚持不动进国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逐步将局势导向 有利于我们的一面 只要有利于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我们最后得胜也就越容易 越到后面我们越轻松 因为是在我们这边 现在不能因为得手容易就昏了头 待见好就收的时候必须见好就收 不要舍不得 也不要因小失大 现在咱们有不少人都受了伤 连大姐也伤得不轻 当尽快撤离 边脱身修整疗伤恢复 边敢往下一家 面对他一番利弊分析 众人沉默着认真听着 最后都深以为然 不被他说服了 没有一个有反对意见的 一致同意见好就收撤离 之后迅速打扫战场 清理了痕迹 避免被人发现和海外修士有关 做完迅速顿离 而韩国那边的百川谷和无上公 突然发现天女教的人不见了 久等不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至此 一群海外修士连同牛有道四处转战 面对诸国势力 一路采取同样的方式 不断有敌 扶击采取的方式虽一样 然而面对各种情况时 牛有道也一直在将计划 做出各种审时夺势的调整 譬如对韩国动手后 一群人就扑向了赵国 可赵国的情况出现了意外 的确也又使了赵国的人来追杀抢夺 可这伙人胆小了 居然不敢独吞 居然是三家联合派出了一队人马来追杀 牛有道果断放弃了对赵国人员动手 让人做掉了后面钉梢的后 迅速领着一群人转移撤离了 原因很简单 赵国几家都知道了派出的人是来追杀他牛有道的 在不能将所有人都解决掉的情况下 只对一部人马动手的话 会让赵国惊觉到牛有道身边有其他势力 一旦走漏消息 这边的计划会破灭 至于杀掉两个根烧的道没什么 被他牛有道发现了而做掉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和赵国之间的恩怨 多杀两个和少杀两个并无任何区别 之后一群人又扑向了魏国 又出了灵须府人马 将其尽灭 抢夺了一批灵种到手 接着又对宋国的雪神殿下了毒手 再后又是齐国的大邱门 对于齐国和魏国 牛有道本报了一丝侥幸 希望这两家能放自己一马 目前来说和其为两国的关系还算可以 尤其是魏国灵须府的长老穆英高 早先见面时并未为难自己 对他还算宽容 然而见到他手上大量的灵种后 见他好期 两国居然都没有放过他 于是牛有道也没客气 痛下杀手 打扫战场时 司徒要站在牛有道身边叹了声 老弟 英国内部的波折就不说了 宋国 韩国 赵国 晋国都恨不得弄死你 如今你又把其为两国也给得罪了 你麻烦大了 站在山腰树下 楚奸而立的牛有道 打量着搜刮尸首身上物品的人员 面色清冷道 只是得罪了诸国内部的个别而已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司徒要 还不严重啊 你就算出去了 怎么面对啊 牛有道 他们先对我动手的 还有理了不成 至少他们只能记仇 讲不出理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结仇就结仇 只要出去了 只要咱们手上还握有左右局势的实力 那都是些丝绸 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比我们死在这里强吧 司徒要苦笑 丝绸 把大家都给得罪了个遍 引起了众怒 那就不是丝绸的事了 很有可能会联手对付你 你想过那个后果没有 牛有道抬手拍了拍这位掌门的后背 你放心 此一时比一时 各派都实相得很 联手对付我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见他如此有把握 司徒要饿了声 问道 怎讲 天机不可泄露 牛有道指了指天 嘴角一抹鬼笑 脑海中浮现的是玉仓 只要他活着出去了 小月格就要起兵 赵国将面临灭国之忧 天下局势将出现大变 他手握的势力也不是吃素的 只怕有人求他都来不及 哪还来的心思联手对付他 见他不说 司徒要也没办法 但仍好意提醒 老弟 再这样下去 举世接地啊 牛有道感慨道 司徒掌门 走到这一步 亦非我所愿 既然来了这里逼到了这一步 举世接地也并非是坏事 有些人面对上还有回旋的余地 有些人无法抗拒 司徒要没听懂 胡一道 老弟这话是什么意思 牛有道摇了摇头 没有喜说 也不好说 有些担忧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他不怕与人同在规则下较量 只怕那些手握规则随时能左右规则的人 倘若这样都没能弄死他 他怕自己活着出去了会扫了沙如来的面子 会让沙如来不高兴 举世接地继续在死路上作死 也许能搏沙如来以乐 目前没什么比躲过沙如来这一劫更危险的 也没人能敢同身受到他这次私理求生的压力有多大 只有他一个人在默默承受 第808章暗谋 话说得不清不楚的 司徒要试探着问道 老弟 你禀退左右把我单独叫过来 不会就是来跟我扯贤偏的吧 牛有道 当然不是 想和司徒掌门探讨探讨下一步的计划 想听听司徒掌门有何高见 司徒要盲白手 你别跟我探讨 你这种玩法我心里实在是没底 我也没什么高见 我看你心里应该已经有谱了 还是听你的吧 我洗耳恭听便是 牛有道 既然司徒掌门如此谦虚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下一步我准备暴露我们的行踪 让诸国势力联手围剿我们 你觉得如何 啊 司徒要迅速左右看了看 老弟 你这玩笑可开得有点大了 不带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 牛有道 不是自找麻烦 而是为了解决麻烦 我现在要终止诸国寻找林种的行动 我们对诸国干下的事 还有我们手上抢来的大量林种 足以将他们给吸引过来 司徒要跟不上他的思路 很是不解道 为什么呀 牛有道 道理很简单 我们已经抢了四家的林种 加上海外这些人自己本身的 现在手上收集的林种 应该比各国的都多 我们已经占了优势 所以不能再让诸国再搜集下去 倘若让他们各自手上的数量 再继续增长下去 一旦一家并吞了另一家的 我们手上林种数量的优势 就很有可能不复存在 我们必须保证在他们互相并吞的情况下 依然占据一定的领先优势 后面才能更轻松应对各种情况 因此 我们必须想办法终止他们的搜集行为 似图要越发不解了 你不是还要继续又抢他们手上的吗 他们手上的多一点 你得到也同样会更多点 依然能保持领先优势 大的行动目标不变 但具体的执行过程要因时之疑 不能一成不变 拥有道朝清扫战场的那些妖魔鬼怪 抬了抬下巴 死多少人了 机场下来 已经损失了差不多快500号人 只剩千把人了 计划不如变化 情况没我之前想的那么乐观 所以必须及时将行动计划做出调整 不留下足够的实力应付后面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很难带着第一的成绩安全离开天都秘境 试图要微微汗手 神情变得有些民众 也看了看那些盲目搜刮尸体的妖魔鬼怪 他们现在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牛有道 不是没有反应过来 而是被接连获得的巨大收获给冲昏了头脑 觉得拿到第一的巨额奖赏有希望了 在损失一些人手后 他们会反应过来的 到时候就成了我的计划有误 他们不会再听我的 试图要 你想怎么做 牛有道 终止诸国搜寻灵种的行动 以我们自身作诱饵 把诸国人马都吸引过来 待他们一到 我们立刻脱身 诸国失去目标后 又碰头在了一起 一场厮杀争夺难免 让他们提前进入自相残杀的消耗状态 试图要明白了 诸国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边仍保有相当的实力 可以司机做出很多选择 也的确有了更大的胜算 只是他仍有疑惑 一旦被诸国给缠上了 我们能脱到了身吗 牛有道 你放心 没把握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死冒这么大风险 我自有办法让大家脱身 试图要 既然有办法 你为何不跟那群妖魔鬼怪说明 牛有道 你不会真以为我和他们结拜了他们就能试试听我的吧 没用的 他们警惕性很高 让他们把自己当诱而来冒险 他们不会答应的 目前这种有胜算的便宜是他们会干 让他们担负全军覆没的风险 他们肯定不会答应 还会怀疑是不是我想谋害他们 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 先作局 败事成了自然能让他们顺势而为 司徒要 你的意思我懂了 可若想把分散各地的诸国势力给吸引过来 还要不引起他们的怀疑 怕是很困难 这正是我找司徒掌门的原因 许多事情靠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到的 我需要能调遣的人手 牛有道说着给了他一块布片 司徒要接到手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了一些各国势力中的人名 牛有道解释道 这是我在诸国秘密安插的一些人手 我要启用他们完成我的计划 我现在需要可靠的人手分别去联系他们 司徒掌门 林无花那边的三十名万洞天府的弟子 可以从英国那边脱身了 他此举无疑把小月格那些人暴露给了外人之道 可见的确是选择不多了 好家伙 司徒要暗暗心惊 这司居然在诸国进入天都秘境的人员中都安排有间隙 看着在南州不动不摇的 没想到暗底下做了这么多布置 他能想象到这应该不是在进入天都秘境后完成的布局 同时也懂了 要动用在燕国那边的三十名万洞天府的弟子帮忙跑退 明白归明白 但有所担忧 万洞天府的弟子跑去了诸国那边 回头诸国又见到我这些万洞天府的人在你这边 离长老他们岂不是会有危险 牛有道 多虑了 事成后 万洞天府弟子立刻撤离 包括身在这边的你们 都要先行撤离 不会让诸国的人见到你们跟我在一起 否则会露线 司徒要深呼出一口气来 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牛有道秘密将操作方式详细叮嘱 怎样李应外和利用这边掌握的诸国势力所在方位 以什么街头方式迎娶安插在诸国内部间隙的信任等等 不解之处司徒要也细细询问 都交代完了 司徒要上在细细里一遍的当口 福花等人也已过来了 二位在密谋什么呢 一过来福花便调侃了一生 看得出来这几位结拜兄弟的心情都不错 搜刮来的战利品 牛有道这个冒险又敌的人分文不取 都任由他们处置了 连续搜刮了几家的财物 一帮人自然是心情不错 牛有道也若无其事地调侃了一句 看来这次的收获不错 红盖天乐呵呵伸出两根手指 又有两百多万灵种到手了 现在我们手头上的灵种很有可能已经是第一了 看来哪下最后的第一大有希望啊 福花也笑道 我还担心出什么意外 结果发现每一家都是同样的德性 一个个都想着吃毒食 一个个都能上同样的当 呵呵 这人心啊 真可怕 朗金空道士问了牛有道一句 下面 咱们是不是该对万兽们 灵宗或天行宗下手了 这三家各自才百人而已 很好拿下 试图要下意识撇向牛有道 牛有道刚才的布置中没有这三家 牛有道对这保持中立的三家留有预备的打算 不到不得已暂时不想动他们 摇头道 这三家人虽少 却都是财力雄厚的主 手上的福转估计都不少 现在找他们麻烦的话 很容易给咱们自己造成过多伤亡 赞不动他们 先看看诸国会不会对他们下手 段无常 基本都轮了一遍 赵国你又不动 下一家该找谁 牛有道 燕国 差不多可以联系紫金洞里应外河对燕国动手了 先把燕国那边的灵种拿到手再说 不过也不急 先看看诸国的反应 咱们不打没把握的仗 最近连日奔波抢夺 也辛苦了 也算是趁机修整一下 楚风平的心情就很不好 派去搜寻地人找到了打斗现场 也找到了遗留的尸体 蔡金奇等人似乎遭遇了大量人手的袭击 这显然不是牛有道干的 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谁干的 他一时也没有定论 天色渐暗 四处搜寻林种的人再次回归集结 不时打量四周的林无花凑到了燕力身边 假意上脚搜集的林种时 随手丢了一根树枝赛地 并对燕力嘀咕了一声 牛有道让转交一封信给您 燕力不动声色地斜了他一眼 带林无花离去后 他不动声色地捡起了地上的树枝 施法查探到了树枝里有东西 树枝折断 里面有一块卷着的布片 打开看了 里面是牛有道交代的一些行动计划 他稍等了一段时间 借着四处查看的机会到了林无花哪边 假意询问今天的情况 林无花悄悄道 牛有道让你安排我们集体离开燕国这边 燕力低声道 知道了 明天你们的人从我这边走 好 林无花阴下 多得已不需要再问 紫金洞这边的人手 对方自然会安排好 次日 林无花先安排了门中其他人撤离 他这个代表万动天府跟随燕国中枢的人 最后悄然顿离 顺利甩开燕国这边后 万动天府一行三十人陆续在指定地点碰了头 林无花一到 立刻对同门进行秘密布置 交代妥当了后 一行三十人奔赴各地而去 去执行长门司徒要交代下来的秘密任务 第809章吃里扒外的败类 长老这是林无花让转交给您的信 搜寻途中 一名逍遥宫弟子递交上一块布片给山海 山海看后猛抬头 审声道 你没拦住他们 那弟子小心道 就一人 弟子一开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待看亲信上内容 对方人已经跑了 三派同行中书成员之一的紫金洞 长老颜丽问了声 林无花的信 怎么回事 山海将手中布片扔给了他看 颜丽看后默然不语 楚风平又主动伸手 从他手中拽了布片到手查看 看后亦无语 这是他有责任 近上也没说别的 林无花说掌门等人这么多日子不见 不知是不是出事了 他们身为万动天府弟子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要去寻找 怕这边阻拦 故而不告而别 希望这边能体谅他们的苦心 三人对此也说不出什么 人家万动天府的人担心掌门安危前去寻找 说不出人家什么错来 山海倒是回头看向了楚风平 沈声道 楚兄 你弟子蔡金奇 还有司徒耀等人 还有严宝如 都是同时失踪的 你究竟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们 楚风平就一句话 我说了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该反省认错也是回宗门后的事 何况亮成这样的损失 他也未必会让宗门知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能瞒则瞒 他更不可能说出来让外人笑话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清楚蔡金奇等人究竟遭遇了什么 更不知究竟是何人行凶 严厉冷冷撇了他一眼 心中好笑 又瞅了眼他手中的信 阿朗感慨 意识到了牛友道的布置绝对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步骤极为缜密 连林无花等人脱身都要用上完善借口来掩饰 他也明白了 万动天府的人之前背叛了牛友道 现在又被牛友道给争取回去了 连这边三十人也撤离了 万动天府这次明显是死心塌地的追随了牛友道而去了 也不知牛友道用了什么手段 不过这倒是令他值得期待的事情 说明牛友道在这场斗争中再次将形势给逆转了 再次控制住了荆州的势力 一旦牛友道出去投靠了紫金洞 南州和荆州都将纳入紫金洞的势力范围 肥美的收获阿 他也不得不暗暗佩服牛友道的能耐 在这种地方摸到了那般凄凉境况 居然还能逆势反转 居然还能腥风作浪 也正因为让他看到了某种可能性 令他越发坚持了支持牛友道的决心 重新回到了执行紫金洞首选决策的轨道上来 对他来说 情况不妙则放弃牛友道 行事有利则交好牛友道 也算是人之常情 对普通人来说 这种反复的选择也许会令人气愤 但对这些大事之下争锋的人来说 为什么好奇怪的 定然是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佳选择 山海却仍有不甘 审声道 这么多人四处搜寻 难道就没人看到他们往哪跑的 就这样让他们悄无声吸地溜了 严厉叹了声 这还用说吗 多点人手 多点灵种的收获 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 明显是处心机率已久 一直在司机脱身 估计被他们找到了机会 若会惊动我们 若没找到脱身的把握 他们也不会贸然离开 魏国目前的情况有些果足不前 林虚府的人从长老木因高到下面 整整一群人突然消失不见了 根据一些离去的迹象方向查找之后 发现统统遭了毒手 也不知是谁干的 意识到有某股势力在先发制人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守正阁和大乐山也没了心思再去搜寻灵种 人员迅速收缩戒备 不敢再将人员大幅度扩散 小心谨慎推进着 现在便开始大肆抢掠了 这边的首先怀疑对象是禁国那群疯狗 守正阁长老姚先定和大乐山长老曹斌 还在议论琢磨这事时 下面通有人来报 二位长老 赵国金钟万动天府的 李吴花里长老求见 哀求拜见 哀求拜见 什么情况 二人相视一眼 姚先定问 来了多少人 弟子回 就他和万动天府的两名弟子 共三人 文厅才三人 当即让把人带过来 稍后 李吴花及两名随行万动天府弟子一起来到 见之行李免不了 姚先定 之前见你们跟在燕国那边 如今好来见我们所为何事 不瞒二位长老 出了点意外 我们是来寻找我们掌门的 李吴花很是无奈的把自己悄悄脱离燕国那边的情况讲了一下 痛恕无奈 最终抱拳恳求道 我们不可能扔下掌门不管 不得已把人撒出去到处寻找打听 恳请为国告知 可有看到我们掌门一行 原来是这样 姚先定道 并未见到你们万动天府弟子的踪迹 念在你一片诚恳 若见到万动天府的人 会帮你转告 多谢多谢 李吴花连连谢过 皱眉琢磨着的曹冰呼出声问道 李吴花 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掌门一群人连同燕国那边一群人失踪了 姚先定目光一闪 意识到了话中深意 李吴花 是的 曹冰 失踪了多少人 李吴花 具体数目我不清楚 我们也就是跟班 燕国那边的详细情况也不会告诉我们 主要是以灵剑山的人为主 光我们万动天府就失踪了二十人 失踪人员应该数以百计 姚先定和曹冰相视一眼 曹冰继续问 失踪了这么多人 出什么事了 李吴花苦笑 不知道 不过灵剑山的楚长老应该是知情的 我见紫金洞的燕长老和逍遥宫的山海长老向他追问 但是他不肯说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自己出来寻找 七国的天火教长老前傅城 玄冰宗长老刘信高 与燕国的紫金洞长老严利 逍遥宫长老山海 灵剑山长老楚风平对峙在了一起 随前傅城和刘信高一起来的 还有七国此来天都秘境的所有成员 两国人员对峙着 楚风平按骂林吴花等人给这边惹麻烦 前傅城已经挑明了 是遇见了四处托人寻找万动天府掌门的人后才奔着来的 我们的人为何失踪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犯不着向你们交代 楚风平强势去答对方的问话 正这时逍遥宫弟子紧急来到禀报 长老魏国的人来了 我们拦不住 不用他说 这边已经看到了 一大群人赶来 除非眼瞎才看不到 守正阁长老姚先定和大乐山长老曹兵 已经领着魏国的大批人员赶到了 山海皱起了眉头 案子思量 怎么都找这来了 什么情况 严厉则是眉头略挑 目光轨绝不定 哟 前兄和刘兄也在 见到齐国的人 感到的曹兵冷笑了一声 前傅成和刘姓高打量了一下魏国这边 似乎察觉到了对方的来意 刘姓高问了声 怎么不见林须府的牧长老 曹兵直接砸出一句 失踪了 不见了 为何不见大丘门的宁兄 刘姓高冷哼 同样不见了 曹兵 如此说来 咱们的来意是不谋而合 鸡人的目光一起看向了燕国这边 前傅成哼哼道 楚兄 现在看来 你今天不给个交代是不行了 楚风评审声道 威胁我吗 当我燕国是你捏的不成 明显想捆绑逍遥宫和紫金洞一起来对抗 严厉朝旁给了个眼色 其门内弟子立刻背首身后打了个手势 于是远处有一名紫金洞弟子闪来 紧急禀报道 长老 发现了海外那群妖魔鬼怪的踪迹 游游到好像和他们混在了一起 对峙中的楚风评猛然一惊 回头问道 你说什么 牛友道和海外那帮人在一起 辣弟子似乎不敢随意答话 看了眼严厉的脸色 严厉道 不要吞吞吐吐 直说 辣弟子这才对楚风评回道 是的 牛友道就在他们当中 楚风评又问 有多少人 辣弟子回 具体的不清楚 目测至少有上千人 楚风评一张脸黑了下来 神情抽搐着 之前怀疑过牛友道 毕竟蔡惊奇等人就是追杀牛友道而去的 可又觉得不对 蔡惊奇那么一大群高手连同 就凭牛友道怎么可能对付的了 如今一直想不通的事情终于找到了答案 感情牛友道和海外那群妖魔鬼怪都结在了一起 中文那小贼的奸计 讲明白后的楚风评愤恨跺脚一声 别落我手中 否则定将其碎尸万段 严厉咒媒道 楚兄 你什么意思 楚风评没回他 而是看向了魏国和齐国两伙人 我想我知道木音高和宁吴出什么事了 应该是被牛友道那伙人给谋害了 众人面面相去 姚仙定道 此话怎讲 可以断定和牛友道有关 至到如今我也不瞒诸位了 我这边早先就发现过牛友道的踪迹 楚风评一五一时的把之前隐瞒的情况给讲了出来 之前我一直想不通 现在终于明白了 牛友道应该是为了保命做了海外那帮人的走狗 做了海外那群家伙的诱饵 再帮海外那帮人射套坑我们 王八蛋 我燕国竟出了这么个吃里扒外的败类 第八百一时张小鸟一人 他指责之前却不想想自己都对牛友道干了什么 也不思量是自己先派人去追杀牛友道的 山海嘿嘿一声 楚风评 你可以啊 怪不得瞒着我们不肯说 原来是想独吞肥肉 肉没吃着 磕掉了自己的牙 这滋味不好受吧 严厉以绩效嘲讽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趁机落井下时而已 他是这些人当中清楚世界猫腻的人 落井下时也是为了置身事外不让人怀疑 楚风评既然决定说出来 就做好了承受的准备 不理会二人的嘲笑 问其卫两国的人 你们怎么看 姚仙定等人还能怎么看 楚风评把事情挑明了 两边稍加琢磨就都明白了 木音高和宁武显然如同楚风评一样 都存了吃毒食的心思 因此着了同样的道 否则不会瞒着别人去找死 姚仙定又好气又好笑 既在之前见牛友道的时候还好好说话着 并未为难牛友道 谁知牛友道回过头来就能对卫国的人下毒手 早知如此当初见到牛友道时就应该直接弄死了当 好笑在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牛友道 牛友道哪灵种作诱饵 木音高若是不起那歹心的话 也不会撞死路上去 说起来还是木音高不对在先 前傅成冷笑 能怎么看 你们自己找死 楚风平提醒道 你们这里就有两家了 还有那群妖魔鬼怪手上自己的 他们手上至少集中了四海搜集的 还有大丘门和林须福手上的林种 这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几是我们知道的 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 牛友道那斯吃里爬外 勾结海外的妖魔鬼怪对七国的修饰下手 因能放过 之前不说 首先是搞不清楚情况 其次是不想弄得自己难堪 现在则不一样了 有机会找回面子 海外那群人 人数不少 不比整个英国的人员少 靠一家的话他也忌惮 严厉和山海也未必会答应他找上去硬碰硬 可眼前多了魏国和齐国的人 众人明白了他的意思 要联手解决掉海外那些人 抢夺对方手里的林种 曹冰 海外那帮人一开始就主动找事 我之前还奇怪胆子不小 如今看来 原来是想拿第一的奖赏 刘信高 于是牛友道成了他们最佳的利用对象 谁能想到牛友道能和他们勾结到一块去 这恐怕也是楚长老之前没料到敢于安派人去对他下杀手的原因 楚风平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 我只问一句 做还是不做 严厉出声支持 吃里扒外的东西 的确是不能放过 山海看了他一眼 见他都支持楚风平了 虽也没有反对 得到了燕国其他人的支持 楚风平精神掠阵 最后的结果也不算意外 齐国 卫国 燕国决定了联手解决掉海外那群人 虽然都知道是去抢劫的 但都不说抢劫的事 只说是要清除牛友道那个败类 还要找海外那群妖魔鬼怪算账 事情敲定了 严厉立刻问那名来报信的弟子 牛友道人在哪 那弟子道 当时弟子独自一人 要回来报信 不好跟踪 只见牛友道他们往东北方向去了 有去向就好办 三国当即磋商搜捕计划 有了充足的人手 准备撒开了网一路搜寻 人手安排布置之际 见到规模不小 董金桓找到了逍遥宫的一名叫赵登玄的弟子 问三国的人怎么集结到一起了 这么大动静是要干什么吗 他和赵登玄的关系不一般 说白了 就是已经尾声给了赵登玄 也不仅仅是他 还有安妙儿和林飞燕 刘仙宗 浮云宗 林秀山的这三名女弟子都各自尾声找了各靠山 三派就各自派了这么一个女弟子来 这边将牛友道逼走后 他们三个便彻底无依无靠了 短时间内还没什么 时间一长 身为女人在这危险意识界中的那份不安和惶恐可以想象 有时候漂亮了的确不是什么好事 刘仙宗三派特意临选出来服侍牛友道的人 姿色自然不会差 一群男人在这边寂寞久了 加上他们三个的姿色不错 有人找他们化解寂寞不足为怪 几些三人还抗拒 可是由不得三人 反正没人帮他们说话 危险的事 辛苦的事大可以安排他们去做 三人被折腾了一阵后 一个个都吃不消了 修为又不高 发现没什么比松开自己裤腰带更容易的 于是都陆续松开了裤腰带 都各自找了各能说上话的三大派弟子做依靠 左右都是要松裤腰带 左右都是想攀高支 自然是想攀最高的 他们倒是想尾身三大派的主事长老 然而那三位哪怕有那个心 也要注意影响 这种没什么遮拦的地方发生了关系是瞒不住人的 于是三人只能是找了三大派下面比较能说上话的弟子现身讨好 有人照着 结果自然是舒服了 不用再到处辛苦奔波冒险了 跟着燕国的联合中枢干点打砸的事 一路轻松平安了 赵登玄 发现牛友道了 他把大概情况讲了下 董金桓大吃一惊 蔡金奇那百来好人是牛友道杀的 牛友道竟能把林徐府和大邱门那么多人给灭了 确切的说 他是害怕了 他没想到牛友道落到这般近况还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淡掉这些大派这么多人 在他看来 那是他想多不敢想的事情 后背阵阵发凉 一想起牛友道楚剑站在茅庐山庄外唯我独尊的身影 心头便涌起难以遏制的恐惧感 赵登玄左右看了看 伸手搂了他腰肢 握着他的臀捏了一把 戏削道 怎么 怕了 董金桓主动搂住了他 温柔依威在他怀中 委屈道 赵郎 你也许不知道 在南州 牛友道那真正是全是滔天 无论是修行界还是俗是权贵 没人敢和他对着干 连我们掌门见了他都要规规矩 举称呼一声道也 他一旦活着出去了 只需半句话 我便要死无葬身之地 到时候还不知道他要怎么折磨我 你说我如何能不怕 赵登玄享受着怀中的温香软郁感 呵呵道 多虑了 如今三国正是要联手收拾他 你以为他还能活着出去吗 董金桓可 切身心里实在是不安和害怕 之前不也以为他走投无路了吗 他能成为南州一霸 手段定不寻常 切身真怕会出什么意外 赵登玄拍了拍他后腰 就算他出去了又如何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有我逍遥宫照着你 他感动你吗 出了这里 他在南州全是滔天又如何 还不是要看我逍遥宫的脸色形式 退一万步说 真要被他侥幸出去了 你放心 我出面打个招呼 牛友到他也得乖乖给我几分面子 你师门就更不感动你了 听他这么一说 得了他这个保证 董金桓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满脸欢喜地温柔道 赵郎 切身是你的人了 此生就全凭你照应了 知道是我的人就对了 你放心 就算我娶你有些麻烦 给你师门递个话 让你在你们门中做个人上人 还是没问题的 赵登玄呵呵笑语着 又抬手拨了一下他的粉嫩下巴 现在不是亲亲我我的时候 快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吧 回头若有机会 我争取一下 让你亲自己牛友到收拾 你回去后也好对师门有个交代 嗯 董金桓连连点头 很是小鸟一人的听话模样 文学惶恐的不仅仅是他 阿妙儿和林飞燕也紧张了 当然也都找到了安抚的人 三国人马联手行动搜寻 途中没找到牛友到和海外那帮人 倒是陆续遇见了韩国和宋国的人 讲不遇见也难 韩宋两国也是遇见了万动天府四处 托人寻找掌门的人 得了万动天府弟子指点方位后 特意来找燕国的 燕为其三方联手的人马这才知晓 海外那帮人得手的不只为其两国 还抢劫了韩国的天女教和宋国的雪神殿 手上获得的零种数量超过他们的想象 联手的三国顿时按捺不住了心头的火热 找到海外那帮人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至于牛友到那条海外修士的走狗岛成了其次 燕为其对韩宋两国做了隐瞒 没告诉他们真相 因为有三家联手足以解决海外那帮人 犯不着再融多出的两家来分一杯羹 然而事态已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有人在暗中做手脚 于是很不巧 燕为其当中恰好有搜寻地人落在了韩 宋首上令两国知道了真相 在外面战场打个你死我活的韩 宋立刻联手了 准备尾随找机会来个渔翁得利 海外那帮人把天女教 雪神殿林须府大邱门手上的林种都给抢了 很不巧燕为其派出来的搜寻人手中 也有人落在了晋国的手上 闻听弟子来报 继云宗长老太叔山岳立刻让把人给带过来 亲自问话确认 做巧被抓得羞是连连哀求 不敢蒙骗长老 长老我只是个散修 算不上哪方的人 跑腿奔波也是情非得已 还请长老高抬贵手饶过我 好 只要确定了你说的是实话 老夫说话算话 饶你不死 太叔山岳给了句承诺 一挥手 让把人给压了下去 之后挑着眉头 手里白胡子 两眼放光着黑黑冷笑个不停 这是udd岁 做少 flown 痛 担开